民主党新竹市长候选人高宏安遭到国民党对手林庚人 爆料说他聘用理性男友担任公费助理 以此诈领了助理费 高宏安在今天开了记者会 公开三四百张理性前助理的工作证明截图反击 更首度公开了理性男子的照片 也强调高宏安是小三这绝非事实 不过林庚人也在爆料说 高宏安疑似要求助理上缴加班费 当成自己的小金库 拿来支出制装费 才买女性生理用品跟餐序等等 上缴金额多达87万元 高宏安一口气亮出三四百张截图密密麻麻 这些都是理性前助理工作证明 不止对话进入 男主角的照片也曝光 他是公务手机的联系人 所以大家不要用什么 好像手机流一样 就代表他是人头助理 遭对手林庚人质疑 聘用理性男友担任公费助理 兼职诈领助理费 高宏安正面迎战 包含担任随行行程司机 全天候社群管理 各类选民服务 强调工作内容 绝对对得起他的薪水 我可能晚上我还得努力的去翻找 可能是十年前的邮件 来去证明自己是清白的 选战当中 这一些造谣抹黑 真的是够了 将到激动出眼眶微微泛红 高宏安还秀出了理性助理的户口名簿 证明对方已经在2015年离婚 两人则在2018年才认识 将对周玉寇等人提告 没有所谓的什么2018年来到鸿海的时候 高宏安是他小三 这个是绝对错误的一个事实 但林庚人也在开记者会爆料 高宏安过去曾要求国会助理 上缴杂班费到办公室账户 每次金额从一万到七万不等 大度作为个人使用 当成自己的小金库 涉嫌贪污 一共上缴了87万自装会 委员洗头 包括女性生理用品 以民众党秘书长参系参会 面对这么多的争议跟质疑 诚实回答才是上策 蓝绿围攻 高宏安争议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记得被新竹做口报道